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谁拿的工资最高?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,工资最高的不是毛主席,而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领。 宋庆领的是国家一级工资,每月579.50元,另外还有300元活动费,文化大革命时,他将活动费退还国家。 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,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,他抬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.80元,毛主席以身作则,天下仿效,所以主席刘少奇,总理周恩来,人大委员长朱德,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,工资统统是404.80元。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工资,也不是夫人中最高的,他一开始享受了待遇工资243元,文革时他进入了中央政治局,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,就这样,九大后江青的工资才涨到342.70元。 周董李夫人邓领超的工资一直都是342.70元,他的工资不但比宋庆龄低好多,还比时任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第一级。 蔡畅是1923年入党,而邓领超是1925年,晚了两年。 朱德夫人康克卿的工资又比邓领超低一级,她是1929年与朱德结婚后两年才入的党。 王光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,因资历较浅,工资才120多元,也是中国第一大领导人的夫人中最低的。 当时还有一批女民主人士工资不低,如廖仲凯一双,人大副委员长何湘领,冯玉祥一双,卫生部长李德权,和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人大副委员长史良。 毛主席自六十年代初,将工资向为三级,每月404.8元后,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,一直没有调过,主席常常捉心见肘,入不敷出,那么,吴年灯是怎样将主席的工资花得攀清板净呢? 刘少奇每月去理发,都要贾兰勋,于仁德,两人给他记账,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,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,那时国家一些企业出产的新产品,如半导体收音机,手表等,都送中央领导同志沈月。 刘少奇每次看完后,都叫工作人员如数退还。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,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,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部分,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,别无其他进账,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。 大体有这样几项,伙食费,党费,房租费,订阅报纸费,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,特资,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,捐赠费。 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口述,毛主席工资404,80元是怎样开支的? 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,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,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,一分钱不拿也不过稳,你怎么花我要说? 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,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,买包手指都要花钱一分钱,都不少花主席。 在外面喝一杯茶,我都要去结账的。 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,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,404,80元将清的工资,这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支出他们俩, 是以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帐主席有几大,向开支吃饭100元左右,包括他请客,竹敏辱人是主席敏辱人是朋友,特别多黄培炎,张世昭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。 另一个开支是抽烟,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,李奈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,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,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。 要从下个月扣回来将清有衣,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他有时帮主席彷彷彷补补另一个大项开支。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,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,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。 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,扣用怎么办你,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,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,得打报告后面付上账单一笔笔,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,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市去取钱。 我管主席的家12年,在这12年里,主席买书,就花了8000元,所以我手里的钱一只比较紧张,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,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。 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,就是一日三餐,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,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。 他有了小灶,他对他的家里人说,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,你们都无权享用。 他的女儿,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,他们家一个星期团,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。 不是那么好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,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,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星读了什么书,也要讲出来。 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,紧接着布置任务,还要读什么书。 主席吃饭四菜一趟,一个荤菜一个鱼,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。 主席有两难吃饭难,睡觉难,也不叫,他他不吃饭文件。 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,主席吃饭了,等一下,他还跟你商量,再等一会儿吧,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。 这一等,就没准了菜,就亮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,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。 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,也未生,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,其实不是那么回受我们另一个要求,是主席的碗,要轻他捧一天的输了手很累。 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,我们湖南有个李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,我们很快订了李陵的瓷器,它们让最好的工价,来制作一个碗肉124克。 主席喜欢吃鱼头,另外喜欢吃鱼杂,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,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,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,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,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,他没有补过盖吃的很简单,有时我们说,主席加点菜吧,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的。 他说,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,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,省长们,村长们都可以拿,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,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,是照价付款困难吃气,是怎么度过的跟老百姓一样,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重。 他不吃肉,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,主席也有供货本部票,有票北京市民市多少?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? 17斤,如果有余下,就给孩子们补贴。 为什么?困难时期能度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,这就是人民的领袖送给主席的礼品。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,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。 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,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,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,就送给司机班,或者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,送给李敏李内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。 手表金手表瑞士的,鲁马的粉稀汉还有金银首饰,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的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,然后再放回去,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,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。 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,说一个借条的故事,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,重庆谈判时,一下飞机郭末若, 一看主席没有表,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,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,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,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,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,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。 在主席的仓库里,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,那是他在高级步过的东西了,但是从出访回来,就从来没穿过二十多平方米的仓库,五颗柜子煮,洗三个江青,两个还有一个小个放的,是毛汉英的东西,仓库大量是旧东西,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, 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,他就没有棉被。 天热一个床,南春秋天两床毛巾被,冬天三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十一拉,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,用的都是真毛巾太旧的不行,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,几乎哪一条毛巾被,上都有补丁主席的吧, 子大多都是我们补,我们补针脚就大一些,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药布接近爱兵。